歡迎收看房市關鍵爆爆,我是黎葉,馬上帶您來看到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高房價,七年即生 面對高房價,什麼樣族群的人最有感呢? 有人說是七年即生最辛苦 因為我們常常提到七年即生,可以看到新聞常常會說 七年即生買房比較難,七年即生比較愛抱怨房價 真的是這樣子嗎? 根據聯偵中心統計資料顯示 2013年第一季最大購屋主力,族群為30到35歲 也就是民國67年至72年出生的族群 但到了今年第一季,卻拉高到6年即生為主力 35到40歲,也就是民國71年至76年出生的族群已經落居第二 也讓七年即生買房困境成為討論話題 不少網友為七年即生抱不平 有網友表示,八年級現在才21到31歲 有的還沒有需求,有的提早發現需求的 還有時間買小的、舊的等10年增值換屋 而七年即生現在32到42歲 剛好是結婚生子高峰期 要正三房又要工作進還要顧小孩學區 難度就更高了 也有網友分析七年即生生不逢時的處境 網友說70年次想買時,就遇到2010、2014那波房價大漲 然後75到76年次,再遇到2020到2022這段大漲 打拼了10年存錢到了買房的平均年齡想買的時候 看到價格整個傻眼 接著我們來從近10年房貸主力的年齡變化統計 來看看到底誰買房最辛苦 10年前僅有45至50歲還有50歲以上的族群 平均購屋總價超過千萬 反觀今年各年齡層 平均購屋總價都已經超過千萬 購屋門檻明顯提升 在比較35至40歲區間 購屋總價已經較10年前多了301萬元來到1154萬元 但購屋面積卻比10年前縮小2.1平 面對高房價有人會想問 未來少子化難道房價不會受影響嗎? 評價建設創辦人胡偉良提出 不久之前美國最大的房產平台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證實 房價和生育率之間確實存在著極強的富相關 這份報告指出以全美國25到29歲婦女為樣本 房價平均每上升10% 生育率就會下降1.5% 因此少子化及高齡化將成為未來約2038年後 房價的最大影響因素 今天的精選新聞 首先來看到位在萬華區的知名小宅社區 台北驚奇是投資客熱愛的社區 但是最近房市狀況反轉 成交的狀況也出現了變化 觀察8月以來時價登錄共有16筆成交 其中有11戶獲利5戶賠售 而最新一筆成交在10月初屋主賠售67萬出廠 台北驚奇去年為北市購物熱搜社區 曾因網紅愛麗莎莎買房入住而聲明大噪 不過該社區也有不少負面消息 甚至先天規劃為單層30戶 屬於15戶共用3部電梯 總計340戶僅規劃3部電梯 不少網友就抱怨等電梯時間長 上班時間要到停車場也很耗時 接著來關心人氣網紅POPP 租屋超過10年 如今終於晉升為有殼一族 在臉書上曬出買房喜訊 POPP說去年開始看房時 剛好正值房價飛漲時期 一年多以來幾乎奇形怪狀 妖魔鬼怪都看過 歷經各種不滿意廢墟惡靈古堡 價格瘋狂往上喊 喜歡的房子在確診期間被買走等狀況 甚至還差點被騙去買下一間巨大海沙屋 POPP也向好房網news透露 新家位於新北市淡水區 為屋齡20多年的中古大樓 看重的就是低公設比優勢 不會太老公設又不會太多 再年輕的房子都是買公設了 尤其淡水現在蓋很多景觀宅 公設比都超過40% 實在是下不了手 再來看到台北市環保局 為了鼓勵民眾 泰患老舊耗能家電所辦理的補助計畫 到11月30號為止 提醒民眾要辦理要快 台北市邁向2050淨零排放目標 為全面提升北市住宅設備用電效率 讓民眾能有舒適節能減碳 又減少電費負擔的居住環境 北市環保局辦理台北市住宅泰患節能家電補助計畫 鼓勵家戶泰患老舊耗能家電 只要是居住在台北市轄內的民眾 泰購節能冷氣或冰箱 限定能源效率一級 並提出補助申請 每台可享新台幣3000元補助 每一申請人最多可申請5台 11月30日補助申請將截止 名額有限而滿為止 有意願的民眾請盡快提出申請 最後來看到今天的買房賣房 我想問有網友說 請問驗交屋如果代書志士合約有寫到現況交屋 但房仲有私下說會幫忙換修抽風機 還有解決抽水問題 交屋時還沒有換修完成 買方可以拒絕交屋嗎 可不可以請房仲交屋前處理完再交屋 底下網友都認為不行 交屋不能拒絕 這是原PO跟仲介之間的問題 頂多先扣住同職服務費吧 也有網友建議 有口頭協議要寫進去合約書才有保障 以上就是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